肯尼亞先後將45名涉及電訊詐騙和網絡犯罪的台灣人強行顯送到大陸 台灣分別向大陸和肯尼亞抗議 台灣的陸委會和大陸獲台辦透過兩岸二線溝通 陸委會主委夏立言說事件侵害台灣民眾的權益 亦違反兩岸處理同類事件共識,要求大陸盡快放人 楊德桂報道 他們一直拿槍指責你們 對 肯尼亞的拘留所可以見到有人從囚室外倒水進去 又用鐵錘敲打囚室門 企圖迫使囚室內的15名台灣人屈服 台灣方面表示肯尼亞警方曾經施放催淚氣體 並打破牆壁,強行將他們帶走 編段由其中一名台灣人的家屬提供 這15人涉及前年一宗電訊詐騙案 雖然已經被裁定無罪 但肯尼亞當局表示要將他們遣送大陸 另外22名被遣送到大陸的台灣人 就涉及網絡犯罪 上個星期才是肯尼亞被捕 連同目前扣留在北京海淀區看守所的8人 先後有45名台灣人被肯尼亞強行遣送到大陸 台灣外交部向大陸和肯尼亞提出嚴正抗議 並考慮起訴肯尼亞警方 但對於台灣和肯尼亞沒有外交關係 台灣只能實施遠製裁措施 包括提醒民眾到肯尼亞旅行要承擔一定風險 甚至訴諸國際輿論對肯尼亞旅遊業造成負面影響 輿論的壓力 第二個就是透過他的人權組織 預備對他們的警察體系提出一個調查 第三個可以透過律師對他的警察體系提出訴訟 提醒個人到肯尼亞旅行是有一定的風險 台灣的陸委會主委夏立元 就和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透過兩岸熱線通話近一小時 夏立元批評事件侵害人權 嚴重損害兩岸關係 呼籲大陸放人 並表示台方將會派員到大陸了解事件 張志軍就說 台灣遞信詐騙犯罪分子 在境外針對大陸民眾進行詐騙活動 屢禁不止且越來越猖獗 令大陸民眾蒙受巨大損失 強調必須將罪犯成之於法 設施維護民眾特別是受害人的利益 後任總統蔡英文也在社交網站譴責事件 呼籲北京放人 在北京 外交部未有正面回應事件 但就讚賞肯尼亞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我們對肯尼亞政府長期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表示高度讚賞 至於你提到的涉及兩岸之間的事物 請你向國台辦去了解 這次不是第一次有其他國家 將台灣的疑犯向行顯送到大陸 在2011年初 14名在菲律賓落網的台灣詐騙案疑犯 也都被菲律賓當局顯送到大陸 台灣當局之後派人交涉 才將他們接回台灣 有台灣傳媒分析 認為由於大陸和台灣 對於跨境詐騙罪犯的兩營相差很遠 如果案件涉及的金額高 在大陸可以被判無期徒刑 但在台灣最高只面臨五年監禁 因此犯罪分子都不希望被錢送到大陸接受審訊 NOW TV 記者楊德偉報導